你要开始去探讨你人生的问题 听懂没有 人生的本身呢 就是有挑战的 很多人说做安利很有挑战 各位朋友我想问你们一下 难道不做安利 你人生就没有挑战吗 真的吗 难道你不做安利 难道你不想要成功 你就没有挑战吗 各位朋友 有没有挑战 对不对 所以我的老师常常讲 怕苦的人苦一辈子 不怕苦的人呢 苦半辈子 贫穷可以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过程 但是它不能够是全过程 对吗 各位朋友你看到我成长讲话很慢了 对不对 但是呢因为我觉得慢慢讲 你才能够听得懂 听懂没有 成长不是我有话要说 你要听得懂看得懂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是因为老板的 把我给骂醒了 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感谢鞭策我们的人 跟看不起我们的人 各位朋友今天你觉得 如果没有钱跟别人借钱苦不苦 不苦 你借了以后人家不借你 那个才苦 听到没有 各位朋友 如果人家 你给人家借钱人家不借你 苦不苦 不苦 OK 最苦的就是你走出门口 人家在里面 没出息 给人家看不起 苦不苦 给人家看不起 不苦 自己看不起自己 自己 有多少人 每一天自己看不起自己 肢体没有残障 但是思想偏偏就残障 有一次呢 OK 我最近开悟了 很多人都把我叫老师 我就把自己讲老师 很多人 就有一次我在JB讲课的时候 一个25岁的年轻人 就来听我课 听完课我就跟他在沟通 他说老师 没有每个人像你这样贪钱的啦 我们喜欢平凡 平凡 平时就在凡 听到吗 然后我问他 你妈几岁了 他说妈58岁的 爸爸多少岁的 爸爸60岁 下面还有一个弟弟 妈妈是不是很辛苦 让你读大学 对 一个25岁大学毕业生 竟然跟我说他选择平凡 最后我的气啊 血要马上飙高啊 本来讲话很慢的 突然间想骂人 我跟你讲 我说如果 我们啊 每一个25岁的年轻人啊 华人啊 没有想要更好 没有想要更努力 我们的下一代 还有希望吗 你觉得 还有吗 每个25岁的年轻人 不想要更好 你觉得你下一代 还有希望吗 各位朋友 我们这一个 改变不了的事实 我们是这里的二等公民 走进银行 走进政府部门 待遇的不一样 今天你去看看 我们供房子跟土著的价钱一不一样 你还不知道死啊 你说平凡 这个一定要砍掉 不能等一下内案法令抓我 但是原谅我 为什么因为我要跟你讲 没有危机就是最大的危机 没有陷阱的人呢 就是人生一定有陷阱的 听懂没有 在顺境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找退路 在逆境的时候呢 我们才有出路 认同吗 对不对 我讲 对不对 对 有没有道理 有 还没有人跟上 后面还有很多灯 呆呆看着我 你要上来讲 谢谢 OK 好 那各位朋友 那一天就把我给骂醒了 两天没睡觉 然后呢 我推荐人开始 要离开马来西亚 去柳西兰的时候 他就拨了一通电话 约我出席一场会议 那个就是家庭会议 那个时候呢 他是用他的食物来吸引我 因为我这种 那个时候很穷 吃免费的食物 我是很快就去的 听到没有 然后呢 就把食物给吃完 差不多只要10点的时候 他不放我回家 所以各位朋友 刚才你们来的时候 新朋友有没有吃到 一些老朋友 请你吃的东西 你们惨了 安倍人的东西 不可以乱吃 你今天吃完 你要听到晚上凌晨一点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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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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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了过后是 然后呢 我要回家 他不给我回 然后他说等一下先 我想还有什么 等一下先 原来是还没有跟我讲OVBA 你知道没有 然后呢 那个时候呢 我就看到我的创办人 钻石从里巴上面走 外面走出来 他就讲客家话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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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时候我还记得 我还拿着一盘米粉在那边 你爹 我讲我 我已经吃了三盘了 OK 然后 然后 然后呢 然后就跟你讲话 讲话的时候你就一直 退退退退 一下退退退 就到了客厅了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一到客厅的时候很奇怪 一转过去后面就是 椅子的沙发椅 然后上线坐左边 上上线坐右边 然后呢 那个Fotter Diamond 就在前面 然后呢 白板就一下子 重溢出来了 然后呢 进退两栏 然后没有办法 必须要坐下来 那个时候我有一点感觉 好像被强奸 你懂没有 各位朋友 你不要误会 强奸不是所谓的那种肮脏东西 强奸的意思呢 它的定义是这样 就是被逼 做你不喜欢做的 没有在你自己的情愿底下 被逼做那件事 就叫强奸 听到没有 有没有很多安利人 到处去强奸别人 有没有 哈 OK 搞了自己枕头包 然后自己都想退出 这个明天Lineership 我们才讲 所以各位朋友 的确那天呢 我真的是被强奸了 但是 但是强奸久了 会喜欢的 对不对 哈哈哈 人就是这样见的嘛 然后呢 就 做下去了 我相信很多人 这边有的 做到很稀奇的 以前都是被骗来的 对吗 有没有 现在被强奸习惯了 没被强奸 没被强奸好像也不爽 有没有 鎖脚 鎖心头 鎖眉头 我就跟我的推荐人说 这个肥肥的Auntie 几天要讲完 然后我的推荐人跟我太说 就从旁边 念我的肥肥的肉 那个是Limon来的 然后那个时候你知道 那些Auntie吃M-Y的 那个营养是多有 中气 你懂没有 就做这样的距离 他一讲话就碰我的脸 碰 我就一直闪 一直闪 你觉得我有听M-Y吗 我没有听啊 各位朋友 但是呢最后我听到 他讲一句广东话 少妹 少妹就是要玩了 哈哈哈 快点 我要回了 哈哈哈 但是他问了一句话 真的是让我开始 真正的去思考 各位朋友 你们有没有去思考一下 自己人生的价值 你的价值是别人帮你决定的 还是自己决定的 谁自己决定自己价值的朋友记手 ok 然后你已经赚到你自己想赚的 那个价值的钱的记手 你在上班还是读书小弟 读书哈 就是在读书才讲这么天真无邪的话 对不对 所以 各位朋友 人生的价值 ok 还在上班的朋友记手 我看看 如果你还在上班 你的人生的价值 就不叫自己决定 你有一个价钱 听到没有 那你要知道你值多少钱吗 很简单 你看 你的现在的收入 ok 除以你一个月 到底做多少天 很多人都是做26天 对不对 再除以每一个天 你做多少个小时 那就等于你一个小时的收入值多少钱 各位朋友 那时候我算的时候 我那些950块 给老板骂头水干 还被侮辱 我的价钱既然只值2块多 我还比Mangadish便宜 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 自以为是 我没有兴趣 我不要 Not interested Interested 叫我来听这种什么死鬼东西 什么死鬼 要灭 要灭 好了好了 应酬你了 应酬 这样 有谁是被应酬的 是来应酬的 我们后面有送礼物的 应酬的朋友 你要挤手 你不挤后悔 挤得更后悔 各位朋友 听完他 今天肯定不会让你浪费那3块钱 其实我自己心里很不平衡 我就值3块钱 听到没有 各位朋友 有一个故事 就是这样 有一群的学生 就上山 爬山 爬得很累 爬爬爬爬爬 走到半山的时候 已经痛 腿很痛 就看到在半山 有一堆堆的沙包 然后 这个沙包 旁边就插了一个牌 就说 拿了后悔 不拿更后悔 所以 这群年轻人就开始讲 都这样麻烦了 还拿这种垃圾回去干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最后呢 有一个呢 他就因为有一个心呢 叫做好奇心 他讲什么东西 叫做拿了后悔 不拿更后悔 我想要知道 所以呢 他就看到最小包 他就挑最小包的拿回家 然后当每个人都回家的时候呢 他在晚上要睡觉前呢 就开始把那个 那个小包 他拿回来的那包沙 开来看 才发现原来 每一颗小小粒的那个东西呢 就是一卡拉一卡拉的钻石 哎呀 就是拿了后悔 为什么 刚才不拿多一点 不拿后悔 好彩有拿 不拿你会更后悔 因为你知道它是一卡拉钻石 对吗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来听安利 哎呀 没有什么的嘛 有没有明天还有的吗 各位朋友 我讲的课跟别人不一样 你听了后悔不听 更后悔 这样要不要给自己一个掌声 已经坐在这边了 OK